摩海梅斯就投入了战斗 一枚导弹下去 瞬间炸飞一百多名伯克圣地武装分子 这款在尼日利亚空军中杀麻了的无人机 就是兔子家的一龙二查打一体无人机 除了身上NAFL-41的代号 证明它隶属于尼日利亚空军外 这款无人机身上没有任何其他涂装 要不是一辆长安微型小货车拉着它出来 你说它是美国的捕食者也有名气 实际上 这次执行任务的一龙二无人机 是尼日利亚空军五月份刚刚接收的武架之一 还不到一个月时间就拿下其空军首个实战战馆 这次任务 除了挂在了大射程的外贸型第三百名空地导弹外 还挂在外贸型天雷二空地导弹 电杀和电杀一个都不放 而且天雷二采用了三菱挂下 大猴提升了载弹量 主打的就是两大管宝 一龙二宽20米 长池1米 重约4.2吨 最高时速750公里每小时 最高飞行高度9000米 每个机翼下方都有三个挂在点 用于携带炸弹 火箭或空对地导弹 并且配备了合成孔径雷达系统 光电和红外成将系统 以及信号情报系统 使其具有远程打击侦察能力 这次实战 不仅在国际上给兔子的无人机免费的做了广告 而且还让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 避上了嘴 打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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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